说起吴七龙很多80后90后都不陌生 作为小谷队的一员 他自从青年开始就非常惹人关注 不仅多才多艳 而且学习还非常棒 如今的他可谓是人生赢家 不仅娶了宅男女神刘诗诗 而且在事业方面也是风生水起 这一切和他不断的学习是分不开的 吴七龙出生在台湾 但是祖基是在福建 小时候的他和很多小朋友一样 总是喜欢调皮打闹 但是因为身体不是很好 所以经常生病 因为家里面的原因 他小时候几乎没有在一个地方待久过 总是隔两年转学去别的学校 前前后后一共有过三次这样的经历 这种少年时候丰富多彩的经历 使得他很容易去世应一种全新的环境 而且很善于观察一些新的事物 这对于他今后的成长来说是很重要的 最后的他戴新装的时候 是他人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因为他的身体原因 所以一直以来都是戴着药罐子 但是自从被学校里面的柔道对老师选中去学习柔道去了 所以不仅身体一直戴转好 而且使得他的兴趣越来越广泛 但是他主要的还是在柔道方面 在这上面他花了很长的时间去攻克很多技术 随着他不断的长大 他的相貌也是不断的变率 在泰国中时期读书的时候 就因为外貌出众而受到很多的女生喜欢 所以在他的奏位上时尝试满满当当的各种食物才有早餐 但是他也是很喜欢分享 所以每次女同学送的吃了 他都积极的分享出去 成为小虎队的一员也是偶然 那时候的他想自己经济独立 所以积极的在外面做兼职赚钱 再一次买地摊的时候 被一个制片人看中 之后在几千人的选拔中脱颖而出 并且从此就踏进了娱乐圈 在那次暑假过后 他们三人因为录制节目而成立了小虎队 之后就依法不可收拾 我便整个台湾 像很多人应该都听过青苹果乐园这首歌 这是那时候出道时们的主打歌 后来也是不断的发行专辑 像逍遥游这张专辑可以说是火遍了整个亚洲 短短时间内就卖掉了几百万张 可以说是当时的一大壮举了 足以见证他们是有多传奇 由于种种原因他们选择单飞 但是单飞时候的他也是不断的努力 发行了很多的个人专辑 对于他来说音乐只是一个兴趣而已 他的演技才是真正能征服我们的地方 第一次拍戏就出演了电影《豪学外传》 后面紧接住接拍了自己主演的电视剧《新童居时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